男嘉宾 你好 因为刚才我看到你有健身习惯 我想问一下你 你出于健身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 你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健身的经验 A 就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打篮球在校队 那时候太瘦了 150多斤 很容易就被别人挤出去 然后我就说就去健身房练练 然后练了大概四年多吧 然后长到现在190多斤 给大家健身的建议就是 我认为女孩要是想健身的话 不一定非得就是一直有氧 你可以去做一些力量运动 也对减肥特别有帮助 然后第二个就是管住嘴 你可以少安排一点欺骗餐 比如周六日安排一顿 然后周一到周五 就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这男嘉宾身上最显著的特点 倒不是什么健身 而是她的情绪 可以接受任何计划以外发生的事情 是 9号 就说到生气这一点 我就是平时可能很多工作上 会碰到一些可能跟领导 跟同事 会因为一些矛盾生气 我之前会让自己很不开心 后面我就想通了 就没有必要说 就为这些事情去生气 就开导自己 没有必要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女生在单身的时候 情绪都特别正常 但是有了男朋友之后 情绪管理上就会出问题 我恰恰相反 我可能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皮肤会特别爆 我等后面的时候我就看开了 算了 随她吧 霍党 对 主打一个霍党 10号 我是一个谈恋爱的话 脾气会比谈恋爱之前大的 然后我会把手机锁屏 然后还有男朋友的聊天壁纸 然后会犯成不要生气 莫生气 然后还会把他的备注名字 改成这样子 然后去控制自己 有没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对 气吃亏是你自己 对 会这样子 别跟傻子生气 23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跟女朋友吵架 就是女朋友很生气的情况下 你怎么哄他 我的方式是首先 我先让他情绪冷静一下 你怎么让他冷静 如果能做到 那就自然没事 就怕做不到 对 当时先别顶嘴了 因为肯定当时说什么 肯定都是错的 然后等他情绪稍微平复一点 然后马上就去哄他 14号 因为我平时可能是一个 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男嘉宾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呢 我觉得你可以找点发泄口 比如说我的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有负能量的时候就去健身 然后多出一点汗 或者去看书 然后这样既能平复情绪 也能增加点支持 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是吗 对 好 谢谢 谢谢